这两天又是赶海又是打鱼的 可把几位粉丝朋友给泪爬下 正好我在里哥这里的行程 也就先告一段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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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收工了 你都收工了 OK 李哥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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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后再来 OKOKOK 没问题 拜拜 拜拜 现在我得前往巴厘岛的网红打卡点 就是恶魔的眼泪 还有就是潜水寻找巨大的蛮塔和摩拉 由于上次用了李哥的长枪后就非常上瘾 所以一下飞机就找了一位中国朋友 让他帮我选了一把非常出色的鱼枪 嗯 老老老 那你就跟他讲一下我就选这一把 这个包也破了 破成这样 老老 他这边有没有胶帮我浇一下 好 要不然手工很强 他要工人帮你搞定 破得厉害 已经好久好久了 你去多少个国家呀 破成这样 这个是跟着我的伙伴啊 一定要把它修好继续用 鱼枪买好以后我又直奔码头 赶往目的地南门岛 码头的位置在这里 需要的朋友记得保存 票价呢 折合人民币是200元左右 传承时间约一个小时 我们终于到了南门岛了 现在我们去租摩托车 一下码头他就来找了 问我们要不要租摩托车 是好吗 是好 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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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是7万当地币 折合人民币是30多块钱一天 1 2 3 谢谢兄弟 我们又骑摩托车了 太棒了 拜拜 拜拜 这就是旅行博主 拍完还要再等我一下 哈喽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哇好美 哈喽 在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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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 这个民宿折合人民币 在180多块钱 还行 如果你没有坐摩托车 打个第一 估计也好贵 这房间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超迷你的泳池 非常小 房间看一下 这房间还可以啊 顶是这样的 卫生间 哇 这露天的卫生间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那个恶魔的眼泪啊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下雨 在屋里都快走了那两天也下雨 昨天还天晴呢 今天又快下雨了 哎呀太难了 哎 这个路感堵不住 他们说这个桥啊 坏了 这都能让我碰到 要修差不多24个小时 明天才能开 所以我们还要 差不多4个公里 走到恶魔的眼泪 这一段坏掉了 难怪 哎呀小心点 太深了 天不好我就算了 还这个桥还坏了 这下面他们在种什么啊 一片在海里面 我下去看一下 这鹿角菜好肥啊 估计很好吃凉拌 哦他们都这样子种的 绳子拉住 一根一根一根来种的 看到没 真是靠海吃海啊 就一根绳子绑在这里 然后 他们就长大了 绳子绑着 都跟农村的菜地一样的 好多人 我吃一下看 好不好吃啊 嗯 除了海水有点咸 但吃是非常脆啊 嗯 开心 OK 现在我们去那个 看恶魔的眼泪 刚刚走着走着 看到这边有一家潜水店 所以呢我就到这边来问一下 那个潜水都能看到什么 然后小哥跟我讲能看到那个 摩拉 还有 曼塔 摩拉就是那个非常大的 那个方车鱼 一次的潜水价格在200多块钱人民币 Thank you 拜拜 这导航给我导哪里了 都导这种路 还500米 谁走的还没到 这有路吗 你看到路没有 走到人家里了 应该这边啊 这边大路这边大路 哎呦 我们终于到了 在那边 这个恶魔眼泪 在2017年啊 就发生了十多起 海浪将人卷走的事故 其中有五个人就死亡了 最近的一次啊 是在2019年的8月份 有三名游客又被卷下去 然后死亡 其中一名是中国人 经过2019年的厂事故啊 然后他们就做了这个绳子 还有这个围囊 但是疫情啊 看 全部都破损了 一定要注意 没人维护了 也没什么游客现在 零零傻傻的 最要注意的就是 站在外面去拍照 背着 因为那个浪起来呢 它就会把人卷下去 这是最危险的 你看 拍个素材多不容易 哇 这个水见了我一山的事 都是海水 全山都湿掉了 哎 现在我要回去了 全山湿掉 一万五千步 一万五千步 累死我了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朋友 记得给个点赞 关注 加评论 谢谢